一大早園區門口擠滿排隊民眾 業者控制人數還要分批放行 這裡是南投級級知名粉紅愛情草花海 從哪裡來的 從台中 從台中 特地來的 因為禮拜日的 禮拜日都是 都不能看了 就要砍掉 明天就開放了 今天做一天喔 是喔 那還真的音氣不錯 粉紅愛情草原名粉帶亂子草 因為粉色花碎超夢幻 成為網美打卡勝地 大被農委會認定為外來物種 必須在二十九號修緣 三十號大型機具進場 全部剷除 太可惜了 因為那個 就不固定就要開發 他們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 以後如果要快照的話 要到國外去了 大家來拍我也想來拍 不然我們可能 就沒有機會拍到這個粉色草 業者說去年砸七百萬 引進粉帶亂子草 讓民眾不用出國就可以欣賞 也認為粉帶亂子草 沒有那麼容易繁殖 一開始不願配合 但縣府下達最後通牒 如果不剷除 就要開發三十萬 讓業者心碎哽咽 他的配芽這麼小 你如果種子成熟了 在太陽底下一曬 他配芽就破壞掉了 他更沒有自然繁殖的能力 心血全被辜負 也只能含淚润賠 但縣府承諾 會協助業者轉型 栽種合法觀賞植物 既能維護生態 也能帶動當地觀光 記者鄭文翔 許問李雲傑 難投不倒